我是陳老師,今天我想講道德經第五章 第五章,天地不仁,以萬物為儲舊 聖人不仁,以百姓為儲舊 天地之間駝若虎,虛如不屈,動如愈出 緣多數窮,不如愁蹤 唸得不是太好 但是這幾個字比較簡單 裡面是不仁,即是大人,大愛 天地有大愛 天地有大愛 公園都看到很多草,樹木草 狗,倒著酒狗 人,其實是一視同仁的 聖人也是,百姓沒有分別心 沒有人有錢,沒有錢 所以我們看看天地之間,好像風箱 為什麼呢?你看看天地的 空的,但是不是空呢? 無為了,看不到的 空氣、陽光、水分都在那裡 所以好像虛空的 其實不是很多東西在那裡 你越懂越有 所以知養萬物的,所以很重要 聖人當然呢 聖人,即是你和我學到的人 亦是無為,無為的 無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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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言之教 即是沒有說那麼多事情 多做事 就守著中間 守著自己的本分 來做 來愛護萬物的意思 這個呢 但如果你在另一個角度看 如果你在打太極拳 練氣功的人 就覺得 一呼一吸 那些頂天立地 一呼一吸 都是... 即是那個風箱 守著中間 守著單田 這就是一個混用 道德經的混用 所以我們學氣功的人 學太極的人 我們祖宗呢 是老字就知道的 所以呢 即是有個根 有一條根在這裡 喔 是這樣的 所以呢 有出處的 這個很重要 很重要 很重要 一件事 banyway 前面呢 有兩個字 除... 除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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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得不好 狗 這個 除的意思呢 畜狗 是什麼呢 是亂草的 亂草 還有狗呢 是活的 有生命的 就是萬物有生命 那... 是誰說的 你要看書 我不是亂說的 有黃拔和何尚公 兩個都說呢 是... 是草的狗 是活的 是嗎 但是呢 外國人 近代呢 那些人不知為什麼 突然說 草狗呢 用... 用... 和幹紮成的死狗 拜祭的時候用的 欸 那變了呢 這個是... 怎麼得來的呢 這個是呢 後來呢 看莊子 莊子 天運篇裡面 有個草狗 哈哈... 促狗呢 滿戳的 無理的 那邊 啊... 那她說 摺成狗嘛 但是我們 莊子和魯子 兩碼事來的嘛 所以我們要學 道德經就學道德經了吧 但是... 嗯... 這是我個人的意見啦 未必一定對 但是你要... 你要學魯子 道德經 你要教嘛 你要自己嘛 那你也要上身 得益啦 OK 老字的長生守之道 愛自己、愛別人、愛自然 多謝大家